今天要幫我們準備的主題 這個是誰是OTC的新寵兒 有明哥幫我們挑了一個 我覺得好有興趣的一個產業 來 我們要從這個是 中國大陸的華裔兄弟開始看齊 對 如果我們今天就是 突然憑空冒一個華裔兄弟 大家會覺得說好像沒頭沒尾 為什麼要突然提他 事實上的話 因為其實明天就是有一件大事 就是我們有一家公司 明天要抽籤FVHQ 那代號是4803 因為他一定是朝我認購 然後他12月16號要準備掛牌 那他等一下我們再來講他的故事 他就是做這個文創 尤其跟電影 後製最重要的東西 而且現在不是在強調什麼虛擬實境嗎 對 那個其實就是 他做特製 後製什麼的 那今天其實為什麼 我們研究這個主題 最近突然發現 就是生計射出來的錢 當然有一部分在太陽已經很久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AC設計 你看這兩天也出量動了 但是我覺得其實生計 那一塊的錢還滿多的 對不對 而且越滾越大了 那出來之後 我覺得有很多的東西 用刪去法刪掉之後 其實慢慢的有一些東西 自然就找到那個商機 那今天中國大陸 我發現奇怪 華裔兄弟盤中的時候 就漲了6個percent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叫做300426 叫唐德穎士 我們也來看一下 我們來討一下好不好 唐德穎士 他今天掌停板 那這家公司可能大家比較不熟 但是我講兩個人 雙兵 各位就知道 誰 一個叫李彬彬 一個叫范彬彬 他們都是這裡 他旗下的藝人 哇 賺翻天 所以華裔跟唐德 是兩個不同的體系 那華裔他走的路線就是說 比如說像李承 跟范彬彬的那個李承 對不對 跟范彬彬男朋友 對對對 所以他沒有跟他男朋友同一家公司 分開啦 風險分散 對對對 有道理 雞蛋不要要在同一家公司 那這個是屬於陸股式的 合伙制的 那唐德的話 就是用簽約制 有點像我們華言 在簽藝人一樣 那你看 其實今天他們漲停 很奇怪 就是說你看 中國大陸還沒有 類似這種很特殊的消息 可是他們的股價已經在動 那我們來看一個 大家比較認得的 這個華裔兄弟 華裔兄弟你去看 這一波 其實我去算過 他這個季線是在這裡 你看撞一次 第一次壓力很大 對不對 第二次 一般來講 這個三過加盟而不入 對不對 無三不成里 一次兩次 如果說真的很弱的話 早就下來 還會給你看到第三次 其實就應該是要準備突破 所以你看 今天出這種量的情況之下 近期之內 他應該會動 所以我去今天把所有 在中國大陸的 跟影視相關的文創 其實今天都有在漲 對 我們就仔細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華裔兄弟 他做什麼的 這個王中軍 王中壘 我們是沒有很認識他 但是你來看 這個他的大股東 馬雲 還有騰訊 對啊 馬雲 阿里巴巴 趙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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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騰訊 這個都一線的 所以你看 中國大陸 各位你去想 很多東西 我們在台灣說什麼海角七號 賣七億就很了不起 對 人家也賣七億 但人家是人民幣七億 對 他們七個意思的民幣 他們是七個人幣的意思 然後還有見過 芳小剛最近不是得 那個我們的金馬的 對不對 最佳的男主角 對 很厲害的 然後這個 他電影很好看 《飛城霧》超好看的 主要是說 他真的是 馮小剛把他帶起來 那馮小剛也因為 華裔兄弟結合之後 他在海南島 有一個很大的影城 如果各位有去那邊打球 你都知道 他那邊有一個 很大的電影城 都在那邊 所以我相信最近 這些片都是大家 其實滿熟的 那種類似像 中國好萊塢的片 其實這種都是大片 那台灣很可惜 台灣還沒有真的 大到那麼大的一個電影 所以剛剛跟蔡總在開玩笑 說我們的文創 好像都是在那個成品 對不對 市民大到那個 那一棟生活館裡面的 文創在賣手工肥皂 賣木雕 對 其實我們不要妄自菲薄 我們應該把文創 其實算為是很廣的 對 但是我們的文創 一定要結合中國大陸 因為你說的人口去成癮 那個就嚇死人了 對不對 所以回頭我們來去看一下 台灣的文創國 這一家公司 應該會非常了不起 這個叫FVHQ 可能大家對它的名字 還不是很熟 它叫威慈克媒體集團 威慈克媒體集團 對 威慈克媒體集團 它包含中國大陸的小時代 龍圖騰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它的 後製作業 對 那其實我覺得明年有一個 很大的產業也會起來 是 虛擬實境 虛擬實境的東西 就是宏達定現在在吵的 對 但是宏達定太大了 我們要找小一點 像宏康那種的 像我們設計IC設定 宏康比較會長的那種 對不對 那這個VHQ 基本上它明天要抽錢 各位你不妨可以試試看運氣 樂透嘛 對不對 看樂透嘛 對 那你也可能 也抽不了多少 它掛牌價是多少 它掛牌要八十幾塊 八十幾塊 對 但是你看喔 這個應該是比物啦 這個不是 這個是去年2.39 去年 今年的上半年只有賺0.21 但是今年全年度應該是3.79 3.98 3.98 3.98到3.99 可以你就知道下半年會爆發了多強 對 因為它那種東西 就是一個作業完成之後 啪一個就入障 就跟設備廠一樣 做好之後整個打一筆入障 而且重點是明年 你去看有很多的電影特效 基本上都會起來 現在電影沒做特效好難看喔 現在裡面有特效沒有人要看 而且已經不是3D 還4D 還有5D的 對 還有噴水的 還有風的 越炫越好對不對 你想噴水的是智威對不對 大家回家還講 智威這家公司其實是 智威其實有一個東西 就是最近可以跟生技做連結的 其實他的師母是論泰德集團去論的 最近大家在聊智威的時候 很多都會提到說 他也是那個尹老闆的 尹老闆的 對啊 所以現在最近你不覺得尹老闆 什麼只要有涉足的一個股票 你都飛天囉 對不對 真的是體感遊戲 體感遊戲的 但他最近 他整個從今年的第四季開始 他的路障就很多 然後到明年的之後 他有包含瑞典的 義大利的 台灣的部分 南山人獸我們在信義路的那個 莊敬路的南山人獸的那一塊 他自己的體驗 他最近走勢也很強悍喔 對啊 都是這種 你看這種已經很久很久都沒有亮 然後突然出現這種 突然想到他 對 像這種股票 就是短信都還會再繼續漲 好 而且他大概走法的話 大概到明年的圓宇效益 應該都沒有什麼大問 是 那這個應該算是比較重要整理完畢 要準備突破的一檔股票 那華言的話 我的看法是這樣 華言跟樂森 可能樂森比華言更好 真的 因為華言其實主要是簽HSE 對啊 他們的演唱會 還有林宥嘉 對 但是我是覺得他們的規模也好 或者他們的那種常態性的收入 不是那麼的大 對 對 所以最近可能大家在做華言的時候 是把它拿來當成這個VHQ掛牌的暖身 比價這樣子 對 然後自威的話 是有一部分引老闆的投資 對 然後再加上就是明年的文創產業 或遊戲產業 是 那樂森我覺得到反而是現行整理的 差不多之後要動 那之前我們說過 我們都是跟紅色資本結合 對 對不對 就是人家來併我們合作 他比較了不起 他是併人家的下門場 對 有明哥有講過併人家 他併人家的下門場 好厲害 對 然後併了以後變成自己的公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股價會怎麼走 現行也是出現了一個索碼量 是 你不覺得這種最近我們在介紹 像紅康 像晶岩那種 都是出現了大量 然後量縮整理 這種投資人都不用追高 但是時間到了都會動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介紹這種 安全穩健的股票給投資 好 非常謝謝有明哥 那麼跟大家來聊 這個是一個新的文創產業 那麼剛好明天這可以抽籤 大家可以試試手氣 看看會不會中樂透 好 那麼再來我們請下蔡總 來 我們看這個夜問團 有朋友要問 齊偶 齊偶的後事如何 齊偶安全監控 這個產業受到中國太大的一個競爭 所以你可以看它 我們時間再拉長一點 你就可以發現 對 我們時間拉長一點 看久一點 你看 這個趨勢是往下的 對 貼著這個機線趨勢是往下 所以我告訴大家 因為現在網路的攝影機都是平價的 對 不可能賣太貴 對 它現在出來以後 它的毛利率也大概下降 前三季的一批三塊多 以前一年都賺一個股本 對 所以我對它的看法是比較保守 比較保守 因為現在生計要嘛你就做很厲害的衣材 對 要嘛你做新藥 對 那這個不上不下的 這個我也沒有給它很高的評價 好 那它這個74塊買的就等一等 看有沒有機會 微星 來 我們看微星 這是外資一直買 對 因為就電競嘛 電競 電競 現在的這個Notebook裡面電競 這個有特定的一個族群 對 算是立基型的產品 對 所以你看 我覺得在PC當中 這個是一支獨秀 我們對它是 我對它還是不錯的評價 不錯的評價 好 那我們再一個朋友 他要問的是台郡 他說外資有在偷買 那可不可以進場 因為那個蘋果供應鏈 淡季 對 今天大力光都已經差 你們看大力光嗎 大力光已經 你做台郡的人不看大力光 大力光還創下波段的一個低點 所以看所有的蘋果都要看一下大力光 對 這個 代表蘋果供應鏈 雖然聖誕節還沒到 不過大概今年的這個第四季 大概就是淡季了 所以台郡股價什麼時候上來 你可以看 有沒有 這個季線 最近其實都不硬不搶 都在季線的附近的盤整 上下盤整 要不然 因為這個是好公司 要不然你就等明年大概第一季 差不多過完農曆年以後 股價會開始轉強 等那個時間 就不要金再買 要等那麼久 要不然你就有辦法短線的進出 加差這樣子 那個也可以 好 OK 好 那再來他問3414的金鼎 金鼎怎麼看呢 這個問過很多次了 金鼎今天早平板 對 因為就是那個台積電 它現在已經轉型到做半導體的設備 那其實嚴格來講 第四季半導體是淡季 是 它是靠整個集團 鴻海集團裡面的面板的設備的收入 把它撐過來 它是鴻海 也是鴻亞軍 但是有人講 僅供參考 EPS今年孤到八塊 孤到八塊 只要以這樣的話 然後搭上台積電要去南京設廠 那看起來還有一點機會往上 是 好 非常謝謝蔡總 幫大家回答幾檔持股問題 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 我們請永明哥繼續進行 葉文團 幫你解決你的尺骨問題 換來拿來拿去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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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路車腳手 也得快一點 我的骨子疏鬆 蓋子流失 我的頭脚痛 腳手沒力 這不太簡單 假台稍完就好啊 那這種鴨蜜 顧身體就是在顧鴨蜜 你說吃什麼 紅雞大用完啦 吃大用完就對了啦 台中素食養香健康展 調味醬料 休閒食品 蔬菜百貴 人氣餐券 挑戰最低價 11到14台中炒馬展覽館健康素一下 白酒酸 老白油 看不清 看不明 紅雞明不完 好過後 白酒才看得清清清 順調油 紅雞明不完 上午好 雅太電信 GT4G 把生活小事都變大事 隨時隨地看得到高畫質是大事 3D實境為你導覽也是大事 連不在家都能照顧毛小孩大事中的大事 讓大小事都是聰明事 雅太電信 搭配全國一大網 InFocus手機 零元起 載送安心亞抱枕 Vir vision 5月合 бог 與 Bruция的夏天 於今格好 印章 brain Lim�黎小事 問三千二百貫 3日 飄物 Mac We we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都准备好了 那这样我们就不用热热了 对啊 麦当劳超值早餐只要39元 好 英文堂我们要请到永明哥 第一位观众朋友要问的是太极 可不可以续报呢 好 我想刚刚这个蔡董已经解释很清楚了 就是说明年的农历年前嘛 对 看法就是模组的部分 我的看法也是 那细晶圆这一块 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应该会比较有机会补涨 我觉得模组的话可能涨势 可能这几天工完了之后会稍微休息一下 细晶圆会稍微补涨 不过太极整体来讲趋势还是往上 而且它算是整个相对来讲 涨幅比较弱的嘛 对 比较少的嘛 刚刚这个有排序过 对 所以应该还有一些空间 还有一点空间 那再来问的是这个3564的齐阳 对 齐阳是做安全监控 挂牌初期的时候是涨很凶 然后后来的话 去年一整年的消停之后 那你去看 它这一波从45块供上去 其实是有带EPS 营收状况也不错 那最近资安的一个问题 慢慢的开始有大家注意到 所以网均的部分 所以这个股票 在国内的资安 大概就是属它跟利端 好 这两党 那最近我去看 投信有在回补利端 所以原则上 齐阳跟利端 应该两个都会联动 所以应该都是 还有续报的空间 是 所以它还可以留一留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一个朋友问8936的国统 他已经买了 他问可不可以加码 国统的走势 因为它是走新疆的 水资源这一块 淡水处理厂的这一块 那前一阵子 13.5计划里面 水资源的股票是有在动 但是这个股票 向然它的股性 就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如果说你要加码的话 我觉得与其去加 国统 不如去加千负 我们来看一下千负的线型 看一下千负 为什么呢 第一个千负的线型比较低 同样在水资源里面 第二个部分 千负还多了一个 国统没有的 叫航太 因为它是做 所谓的carbon的部分 看千的部分 然后你看今天的 包含像成田 包含像风达科的 这些航太股都涨停 对 所以我觉得千负的机会 会比国统要来得高 对 所以同样都是水资源 可能换一党各国 双体材的可能会更好 好 那再来我们看2455的全新 全新它问可不可以续报 我觉得产业平平 因为走PA的话 它不及所谓文贸 或者红结科 但是如果说走4G的话 它不是那么纯 所以最近出量 在补涨的过程中 我觉得见好就收 见好就收 上去的话 对 指标当然还是以 红结科为主 红结科转落的时候 全新就要撤了 所以还是要先看 就算有全新 你要看一下红结科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个朋友 他要问2367的药花 可不可以续报 我认为可以续报 因为攻击量刚出来 我最近看了一下 它的营收状况 PCB最近当然都有一些 扩产的计划 他们的一个走法 这一块比较跟 刚刚台郡的软板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 4G的基础建设 这一块的话 跟汽车板的部分 我倒认为说 其实这档个股的话 应该短线还有攻击的空间 所以这还不错 好 这个是回答 各位朋友的问题 好 那么待会呢 赶快我们要预告一下 这个待会我们 88健康友方 今天我们雅芳姐 要我请教两位专家 他说呢 你们知道吗 这个要健走减肥的话 要一天走几步呢 6000步 6000步 来来来 抢打抢打 没有概念 因为你都打球 对不对 告诉大家走1万步 1万步 我的电脑告诉我 6000步就可以了 你刚偷查吗 你知道吗 有一个成功的案例是 我们飞越的羚羊记证 他就是靠每天走1万步 你知道他 半年瘦20公斤 瘦回他年轻时候的身材 1万步要走多久 1万步不晓得 你可能记步器 每天一直走 起码要走一两个钟头 真的 要走很久 辛苦 到底要怎么样达到这个 一天走1万步的 Pepo呢 待会呢 爸爸健康有方 要报理资爱 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么就是今天节目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 拜拜